他就是营造加萨斗廊跟以色列之间 贸易经济已经变成互为命脉 甚至加萨斗廊等是依赖以色列的经济 让他们能够活得好过得下去 大家觉得有没有像以前两岸之间的感觉 中国没有要打台湾啦 各位小金超人PLUS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中东的最新情势 因为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哈马斯 对以色列展开了几乎上千枚的火箭弹攻击之后 以色列誓言他们要全面性的反击跟报复 而且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歼面巴勒斯坦的加萨走廊 不过呢在加萨走廊内部我们知道 这个地方230万人口大概400公里当中 军民合一 以色列展开了报复行动面对加萨走廊 你把水跟电跟食物跟资源通通都断绝之后呢 如果展开是无差别式的攻击 会不会牵涉到人道上的一个问题 而未来情势到底怎么会去发展 我们也知道说英国 美国尤其是在这个海上戒队的部分 已经陆陆续续都已经前往要迟远以色列 但是我相信对于这些西方民主国家来讲 他们不会支持以色列展开这一种 非人道的屠杀行动 那美国跟英国的最新的行动的态度代表 背后他们意味着什么呢 来欢迎于将军加入我们讨论 小军好 大家好 来将军我们看到 目前那么叙利亚的首都包第二大城 有两个机场遭到了空袭 一方面我们看到 这是在整个以色列 韩瓜它的附近呢 附近里头呢 包括我们看到埃及在这里 在南方 而在北方土耳其之外呢 这是叙利亚 因为现在呢 我们看到因应整个叙利亚 最近对以色列的西北方 就是在戈兰高地这里 有发射多枚的迫极炮弹 那么以色列在12号对于叙利亚的首都 包括了大马士革 跟北部的第二大城 就是阿勒波的两个主要机场 也发动空袭 现在从外地的画面里头看出了 戈兰高地在这里 好 尼巴嫩 叙利亚 约旦 包括以色列 加萨索隆就在这一块呢 以色列西北部这个戈兰高地这个地方 过去那是一个叙利亚的主要的一个领土 不过 现在是属于在以色列的范围 这个地方是很关键性的一个水源 一直都是以色列跟叙利亚之间呢 非常非常重要 也争执不下一个战略性的一个高原呢 在以色列遭到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呢 哈马斯在清洗它的南部 包括尼巴嫩的真主党偷袭到北部的时候呢 现在叙利亚也趁乱当中 朝戈兰高地也发射多枚的迫极炮弹 那么以色列第一时间 当然也以炮弹来做反击 最新的一个发展呢 将军怎么看 因为如果要进行歼灭的话 以色列免不了除了空中反击之外 地面部队是不是慢慢要进驻到加萨走廊 这当然 以色列在一个阿拉伯世界的包围之下 他经过了超过六四以上的冲突 他每冲突一次 他的领土就扩张一次 这是阿拉伯世界不能接受的 第一个 他们不是像你说两岸是统一与否的战争 他们是要消灭 要把这些异族人全部赶出他的世界 所以他这种 这种的仇恨 这种的冲突 远远超过两岸的统一的那种冲突 他就是异族入侵的感觉 我要把你拔除把你赶走 那以色列就是你要赶走我 我就越来越大 所以经过六次冲突 他的领土不断的扩张 就是刚刚小军讲的那块戈尔高地 那本来不属于以色列的 那是经过了冲突以后 他把他占领 那占领了之后呢 叙利亚又拿不回来 所以这个冲突的因子一直存在 那这一次哈马斯的这个突击行动 其实他已经酝酿了两年 他两年就开始在养这件事情 所以说加萨走廊里面的人知不知道 我觉得哈马斯是连加萨走廊里面的人 他都瞒得很好 他的这次的所谓的酝酿的攻击两年 他让以色列认为 我没有要打你了 我要拼经济 我要赚钱 所以很多加萨走廊的人 每天通过了这个管制 到达以色列赚了钱再回去 他就是营造加萨走廊跟以色列之间 贸易经济已经变成互为命脉 甚至加萨走廊等是依赖以色列的经济 让他们能够活得好过得下去 大家觉得有没有像以前两岸之间的感觉 中国没有要打台湾 中国只是要赚钱 现在沿海的经济要发展起来 所以战争离你们越来越远 所以那段时间台湾的国防一直下降 那么以色列他的做法 他并没有把他的国防给架空 他是把在加萨走廊边缘 用了很多AI的人工智慧 来取代了传统的以色列士兵的进驻 也就是说他觉得科技 在现在这个加萨走廊的状况 没有那么紧绷的时候 可以用AI科技 取代传统部队的进驻 而且呢也两年了 验证下来是没有问题的 是可以维护安全的 可是呢这个哈马斯的组织 就是利用你这两年的想法 有很多事情 AI科技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例如说这一次 他用了那个动力的拖曳伞 直接越过 越过 那个用AI判断 不见得认为那是武力攻击 因为那很多休闲都是这样做的 那你在演习的过程当中 都是以休闲旅游来让这个闭过耳目 让以色列完全没有任何解决吗 就是因为加萨走廊是一个领海的地方 所以说他这种热 这种休闲式的拖曳伞 它是会出现的 它是会出现的 那让AI是做一个识别的判定 判定就是休闲的 他就不会把它列为危机 对所以呢这个 他们这次用沙滩摩托车 对对对对就是让你让你认为 推土机我没有要攻击你 我不是用最高科技不是用AI 我用传统的方式来进攻你 推土机挖土机这些公式构筑的 可能是要做工程 然后在拖曳伞可能是休闲 沙滩车可能是休闲娱乐的一部分 它在这两年之中 已经做了无数次的运动 让你这个AI去判定它 它无害 它无害 可是当这个拖曳伞跟沙滩 沙滩的摩托车 上面所有的驾驶人或者士兵 他夹着火箭弹 他夹着枪支 AI判断不出来 他还是认为你是无害 以色列的情报单位 摩托车是全世界顶顶有名的 情报局情报单位 仅次于俄罗斯跟美国 他的国安单位也相当于是美国的FBI一样 一个是像等同于美国的CIA 一个是FBI 怎么可能呢 对 怎么可能对这种情报的判断 可以失准到这种程度 如果突然间出现了很多拖曳伞 出现了很多沙滩摩托车 向这个以色列边境接近 我想第一次它一定会警戒 第一次一定会警戒 拖曳伞 就像有一次我在领口 在担任连长的时候 我们担任反空降的任务 那个天灯飞起来我们都回报 我们以为是 我们以为是这个散降了 所以第一次 第二次 第十次 两年下来都如此 你的AI就自动判定 那是无害的 那是无害的 所以我才说哈马斯养了两年 养了两年 就是为了要让AI习惯 这一些是危机 而判断成不是危机 那我问你 那个将军 火箭弹 它的材料 它的配备 它的运送 火箭弹不是长这样子 不是 火箭弹是这么巨大的 一个配备武器 上千枚 你的运送 怎么进去的 你怎么进去 你要放在哪里 你的材料 这个过程看守 这些怎么可能会 瞒过以色列的耳目 瞒过以色列情报单位呢 所以这一次 哈马斯所攻击的 五千枚以上的火箭弹 它有很多弹体 是以色列的废弹 以色列的废弹 就是我这个弹要报销了 过期了或者失效了 我把它分解成好几个阶段 然后交给厂商去处理 废弹处理 而这些废弹处理 是回到了哈马斯单位 回到了哈马斯这个组织里面 所以它得到的是一部分的弹体 再得到了弹头 再得到了违背的推进器 把它组合一个算是 很简陋的火箭弹 它没有所谓的导印 也没有任何的红外线的装置 它就是一个自由落体的火箭弹 可是多 它非常的多 因为当时是以色列的废弹处理 透过了伊朗相关 反正辗转好几个国家 到达了哈马斯 所以就是让以色列觉得 这个加萨走廊里面 这群人是为了要生活 所以处理废弹 他不知道他把废弹经过了 组装之后变成了一个非常简陋的火箭 而拿这个火箭来攻击以色列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漏洞 可是呢两年的时间600多天 他都没有照进的活动 也没有恐怖组织的攻击 完全是符合和平的现象 所以以色列的他边境的AI 都已经判定这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他进这些废弹处理的时候 他觉得 这完全就仰赖AI吗 对 你人员面对一个加萨走廊 进进出出 即使是有地道 都没有一丝的怀疑吗 所以这是以色列在人工转成AI以后一个漏洞 所以说AI再强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 取代人工的士兵的防守 因为AI是透过人工智慧来判定 可是当你人工的认定 它是非危机的 那AI就直接告诉你非危机 而人们又相信了这个AI的判断 那不就是完全符合哈马斯 他要布局两年的圈套吗 所以说当然以色列 这次被攻击之后 你说铁胸系统是失效 它不是 对 它太辣了 它太大量了 铁胸系统你可以拦截这些导弹飞弹 更不用说是火箭弹 是 怎么可能会破弓呢 所以铁胸系统它的做法是说 对于这种无导引的火箭弹 它是一个群组的 直接把在空中爆破 让它引爆 不会落到这个攻击的区域 可是呢 如果你的数量超过了铁胸系统的饱和程度 叫做饱和攻击 所以说哈马斯 他知道了 在这个边境地区 以色列 它的铁胸飞弹的防空饱和度是多少 他知道 他居然知道了 这是怎么让他了解 怎么让他探知的 那我就讲 很多到以色列来工作的 很多透过这个商业行为到以色列的人 他们这些人都在寻找 这个整个铁胸飞弹部署的位置 所以早就被渗透了 对 知道了它的饱和度是多少 所以曾经尾巴之间 他有接受过这个火箭弹的攻击 3000发都拦下来了 可是3000发是什么 是一个礼拜攻击3000发 他这次是5000发一瞬间打 那全世界再好的防空系统 你的饱和度一定会失去 突破了饱和度 它必然被攻击 所以说掌握到了它的铁胸飞弹 防空饱和度的一个数据 掌握到了AI判断危机的程度 所以说这次哈马斯部署了两年 突然间攻击 而且选择了一个 大家在看音乐季的时候 最松懈的时候来打 所以这不是一个偶发行为 更不是一个突然间想要攻击 这是一个长期计划两年的一个攻击 那攻击完之后哈马斯 知不知道后果 我相信他也都算过了 一定算过了后果 你知道你的兵远你的资源你的人力 远远不及以色列 你以小博大你是找死 绝对有想过后果 但是呢 他的后果就是说 如果你要把整个加萨走廊全迁 灭城不可能 以色列想做其他的世界国家基于人道 不可能让你灭城 所以说他就讲 我可以拿全部加萨走廊的生命 来跟你堵住 因为这个哈马斯组织 他不需要考虑后果啊 他不是一个国家 他更不是一个正当的军队 他是一个激进派的一个游击组织 所以他不需要去考虑后果 后果是由整个加萨走廊 跟他共同来承担 甚至由巴勒斯坦 那巴勒斯坦怎么办 巴勒斯坦怎么办 这个激进组织是巴勒斯坦掌握得住的吗 他也不见得掌握得住 所以说以色列现在的做法 我觉得并不是说真正的要欠灭 要把整个加萨走廊全部消灭 我觉得他是 因为他没有办法分辨 哪些是哈马斯组织 哪些是这个加萨走廊里面 正常的百姓 他分别不出来 他要用这种方式 饱和式的攻击 我打你 或是无差别的攻击打你 让居民自动把哈马斯的人 区分出来 他才能攻击 但是对于哈马斯来讲 如果以色列 他的未来的攻击会非常的惨烈 甚至不惜以地面部队进驻到加萨走廊进行全面控制的话 以哈马斯来讲 会不会以当地的老百姓 挟持绑制成人质 成人肉炸弹 一定会 一定会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只是火箭的攻击 或者是空中的轰炸 那只是叫做比较重大的冲突 可是如果是地面部队进驻 那就变成占领 那我不认为以色列会想去占领加萨走廊 我不认为以色列 虽然说他经过六死战争 每一次战争领土都扩张 但是加萨走廊不见得是以色列想要的 因为加萨走廊的先决条件 对以色列帮助并不大 帮助并不大 因为他穷困 贫困 而且战火连连 那为什么纳特亚胡 以色列的官方对外 甚至包括国防部长都 隐隐约约去透露这一次利用 这一次要全面性的进驻到加萨走廊 去歼灭哈马斯组织 对他的目的是要消灭这个 不理性的比较激进派的哈马斯单位 这个组织要把它消灭掉 但是他并不是要整个占领加萨走廊 那他透过这种比较强烈的手段 要让加萨走廊的居民 自动跟哈马斯做一个区分 他才好攻击 因为情报的状况要掌握到哈马斯手 因为哈马斯的这个首领 两手两脚只剩一只手一只眼睛了 其他的几乎都已经残障了 那这个人呢 其实是哈马斯的一个精神象征 他自己本身可能没有什么战力 可是他却成为像哈马斯的神话般的人物一样 九命怪猫打不死 所以说我觉得 以色列这次他必须要把这个人找出来 要把哈马斯的精神领袖核心的这个 这种能量把它给消失 否则的话 他这次酝酿了两年 他下次什么时候不知道 对所以这才是以色列最担心 可是我觉得美国现在的做法 我觉得美国也不应该也不会 真正的出兵到以色列 第一个以色列不缺人 所以你觉得他派航母 包括了英国也派的是水象军舰 他们的战略目的是要做什么 不是要参战 不是不是参战 一来是当以色列的后盾 二来是不希望以色列做到这么样 歉灭性涂层的做法 我觉得他是说我当你的后盾 但是适可而止 不要真的是消灭 变成一个人道的消灭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跟英国 全世界对以色列是支持 因为以色列是被攻击 可当你以色列还击的过头的时候 就反过来了 就变成你在攻击你在歉灭 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 会透过很多方式跟以色列来谈 我支持你 但是你的作为一定有个极限 你要有个底线 要有限度 否则你如果针对加萨走廊 这么多的老百姓 因此而伤亡的话 这个牵涉到就是真的人道危机 你如果是无差别攻击 把加萨走廊杀个片甲不留 那个人家不会挺你了 全世界的风向会转过来 变成以色列是一个疯狂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美国跟英国的舰队 是在做他的后盾 也是在适时的要让他到达一个限度 不能无限度的攻击 对那我觉得这应该是下个礼拜 应该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因为哈马斯这个组织正在削弱中 他现在剩下放话 剩下放话 因为他知道他的弹种的来源 知道他火箭的来源 他自己是透过废弹 还有一些相关的材料做的 你只要把这些材料全面禁止 他没有武器了 没有武器了 哈马斯的组织 其实他的能量就消耗了很多 我觉得现在美国跟以色列 正是在做这件事情 是将军我想请教 就成了地理位置来讲 在以色列这个地方 因为他每一次啊 每一次攻城掠地里头 他的领土的确就向外扩张 所以他四周围的国家 我相信都感受非常深刻 这次黎巴嫩的真主党 那么也展开了攻击 现在呢叙利亚 就在我们录影的同时 叙利亚跟以色列交战当中 尤其在格朗高地的部分 叙利亚不惜对这地方进行炮击 那往南部来看 以色列加萨走廊这一块 长期以来都以色列提供的 水能源跟食物等等 现在如果以色列把这个加萨走廊 相关的民生物资全部都断绝了 那我相信埃及也不乐见 埃及也不乐见 这四周围埃及 包括科威特卡达在这里 卡达被认为是在这一次 激进组织哈马斯的背后 哈马斯背后里面的 我不管他的一个 的军火来源 真正的金主到底是谁 卡达真的扮演金主的角色吗 还是大哥的大哥背后 也有中国的一个身影在里面 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了解的是 在这个错综复杂的 地缘政治里头 又有种族的问题 又有宗教的问题 又有领土的问题 我相信所有观众 第一个想问的是说 战事会不会扩断 而美英派出他的军舰 在这一个协访的同时 我相信其实应该不是参战 但是避免事态扩大 问题是战争会不会扩大 目前来讲如果叙利亚跟 黎巴嫩甚至周围的阿拉伯国家 如果群体攻打以色列的话 这就扩大了 这就扩大了 所以我觉得美国在舰队 派到地中海的同时 另外一部分就是要跟周边的国家 做安抚跟协商的工作 包含了刚才小军讲的卡达 卡达这么远 关他什么事 对因为整个地区 没有人希望以色列无限的扩大 因为以色列无限扩大 对周边的阿拉伯国家 是莫大的威胁 所以说要保持这种 所谓的张力的平衡 是美国跟英国 现在正在努力的范围 所以说未来会不会扩大 这影响到以色列的作为 以色列的复仇作为 它的复仇的那种 火焰到底有多旺 如果烧到一个极限 它就停了 那我觉得整个战事 可能就掌握住了 可是如果它是无限的 甚至把整个加沙走上涂成 那必然造成周边阿拉伯国家的 同仇抵抗 那这一定会变大 那这块地方 如果变成了一个火药库 而且引爆点的话 那么整个印太战略的兵力 势必要做调整 因为美国在这段时间 把全 应该是50%以上的力量 全部投在印太战略 因为他们认为 中国是目前 世界上最危险的一个国家 那可是如果 以色列这边爆起来 那势必是要调整 那调整以后 在解放军对于整个 这个海上空中 它的压力就受到了疏解 对 所以我才说这个状况最乐于见到的应该是中国 因为它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压得透不过起来 如果中东的战火再度起来 大家想想看中国这么多年能够造舰 能够强化它的这个军事科技 就是因为中东地区拘束了美国绝大多数的军力 所以说它才会长大 那这段因为阿富汗撤军之后 整个中东的战火稍微冷下来了 那所有的力量回到了印太地区 所以中国受不了啊 对所以这次的事件 中国没有明确的表态 对也没有谴责这个任何一方 他只说希望大家坐下来谈 这就表示我乐观其成 我乐观其成 乐观其成 看你美国怎么处理 你美国不是世界警察吗 你的处理的方式是什么 不管你处理跟不处理 对中国来讲都是获利 你强力介入你的军力一定从印太调去 你如果不强力去介入它 让这个地方的战火无限扩大 那对中国来讲有什么不好 有什么不好 因为它趁机可以在这个地方 重整美国的这个影响权 那中国的力量就能进来 对所以我说这个中东地区 包含以色列约旦 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战力小长 对于美中两国 其实真正的角力 是两个大国在角力 是 事态会不会扩大 尤其我说我们观察包括了埃及跟卡达 因为这两个国家呢 纷纷都发表了一些声明 就是针对以色列 你在这个加萨走龙这一块 全面封锁围城的同时 你把他的水跟能源 都切断 食物全部都切断之后 牵涉到就是人道问题 那如果如果 这里头又许许多多的这种老弱富儒 包括哈马斯组织 你如果把这些人挟持成人质 以人肉炸弹或是过程里头 以色列不断的炮击 反制地面部队进行全面性的屠杀 要注意一个面向里头 会不会引起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 同仇体概全面性的暴富 这个时候可能状态就不太一样了 对对 千万不能让这种状况发生 也就是说你再大的暴富或是反击 不能到屠杀不能变成屠杀 那但是这段时间因为以色列 以色列很久没有这么没面子了 情报组织几乎是失能 然后防空组织被突破 对于以色列的面子来讲 是超没面子的 而且他又有上千名的以色列人民 因此而伤亡 所以他的那种仇恨的怒火已经超过了 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势必是要 想办法让以色列的怒火降下来 那重点就是要把这个恐怖组织的首脑 一定要抓到 抓不到还让他潜藏在这个价杀走廊 我觉得以色列那股怒火是没有办法洗下来的 是 各位小薰超文博士所有的观众朋友 在这个中东的最新情势里头 以色列12号因为对于在这个叙利亚的首都 大马士哥的国际机场 包括他的第二大城 阿勒波的国际机场发动空袭之后 叙利亚也随起启动的防空系统 叙利亚在这个地方 然后黎巴嫩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哥兰高地 好 约旦 以色列 那么以色列跟这个叙利亚之间 双方面有交货 包括了针对大马士哥 那么叙利亚也对哥兰高地 展开了炮击的一个攻击 目前为止当然大马士哥的机场 没有受到这一波空袭的影响 只是说阿勒波机场的确遭受了破坏 人员商务的报告没有进一步传出 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呢 人权组织的指控以色列 他指控以色列在这个加萨黎巴嫩 使用的白领弹 好 我们看到 以色列封锁围城这一个 40城市大约是400公里 230万人口的加萨走廊 同时呢 现在传出因为他地面部队也要进驻了 人权组织说 那么指控以色列对于加萨 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当中 使用白领弹 因为这类武器会让这个老百姓 面临到非常严重而且长期的伤害 对于呢人权组织认为以色列 那以色列军方是说 有关在加萨使用啊 白领弹武器这个事情呢 目前毫无所惜 至于在黎巴嫩 以色列军方啊 没有进一步发表言论了 只是说以人权组织说 他们核使10月10号在黎巴嫩 包括10月11号 加萨所拍摄的影片里头显示 加萨市包括以色列接软的黎巴嫩边境 有两个农村多次发射白领弹 来 将军这个部分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白领弹通常是 在战局战况很危急的时候 你想要扭转战况 利用对方人民的生命来当成威胁 因为白领弹的杀伤力比较大 而且比较不人道 那么目前看来 以色列不太需要用白领弹 目前我看来不太需要 因为它的军力跟这个巴勒斯坦比起来 它是强的 那更不要说是在对一个恐怖组织 它的军力是强的 它的后备军力动引到30万以上 它不需要用到白领弹 所以这个白领弹的传闻 我在讲是不是周边的世界 甚至是放出的假消息 因为这一波的确许多认知作战 这个混淆视听 因为它是一个军力绝对优势的一方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比起来 它是强的 它的军力是强的 它不需要用到白领弹 而且又不是像俄乌战争一样 俄罗斯在兵力上 作战上已经遇到了困难了 它才会用这种方式来威胁政府 看来以色列目前来讲是不需要 所以我说这个白领弹 我不认为是以色列放的 如果有的话 我不认为是以色列放的 是不是周边的国家 想要让这个战火烧得更大 透过所谓的人道 透过人民的一个所谓你要屠城 造成阿拉伯世界跟以色列更大的冲突 所以我觉得这点要再去求证 因为我按照这个整个战略情况来讲 以色列用白领弹几率不大 几率不大 在投资方面的旺杉战争 进行会议的会议之后 有一场公开的进行会议 能够先发展你看 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国民党 首位关注的国务是前线 国务的道兆康复战争 在周杰人的冲突战争 在东北纪的面部 三十几位难以的地方 为国务的全是国务的国务的 然后在游战争的国务西次 国务的国务 国务的兆康复战争 民主党的国务 应用视频要完成下去 接下来的课段我相信 民上军等一下跟我们来 谈谈 实际情相关 最近有点简单 由于我们 有中间的国务 可能也有了解释之处 所以从我们面对 全面却上线 后属同期 以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